欢迎收看第207期北京不静音 今天的加更一期啊 因为我今天下午做完那期节目之后 然后打开手机打开推特 我看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关于李文逝世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呢 我想在加更一期呢 跟大家聊一聊李文 以及呢 最重要的聊一聊抑郁症这个事 先从李文聊起吧 其实我很喜欢它 一直以来很喜欢它 我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同学呢 都在听流星歌曲 听小虎队 听后来听四大天王 我那个时候呢 是不听流星歌曲的 我那时候我家里在都是听古典乐 因为呢 我本人呢那个时候在学钢琴 然后呢也在学这个萨克斯 然后我在一个小学的那个管乐队 然后呢我们去演奏的都是那些古典乐 所以我平时听的呢也都是古典乐 贝多芬啊 莫扎特 肖邦啊就是这些 后来呢 等我上了中学 因为我要骑自行车去上学 然后路途还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拥有了自己的walkman 索尼的那种放磁带的那种walkman 骑车的时候啊 就插着耳机 就听歌 然后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初一的时候那时候还也没听流行歌曲 我开始听雅尼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 等于介于这个古典乐往前啊 就就现代古典乐吧 算是一种 之后开始受同学影响 我开始听这个流行歌曲 最先接触的呢 男歌手呢 是听张信哲最开始 女歌手就是听李文 所以呢 我就是对李文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他刚刚出道 我们听的是他第一张同名专辑 然后第二张 后面第三张吧 就是那个里面第三首歌叫暗示 第二首歌叫滴答滴 第四首歌叫 叫什么美丽笨女人 这集的时候我都记得很清晰都很好听 暗示呢 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歌曲 我还曾经有过一张 就是李文亲笔签名的一个磁带 大概是这样 但是从那之后呢 后面我们我就陆续不再听他了 开始听孙燕姿啊什么的 开始就变了 包括近些年 我对他也没有关注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新歌啊 然后他究竟在做什么呀 包括他在内地的这些什么综艺节目 一些什么选秀节目 这些我都没看过 也没关注过了 所以他有抑郁症这个事呢 我今天才知道 然后才知道他因为这个抑郁症 选择了这个轻生 7月2号的时候 然后今天实施了 我就想 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就是其实抑郁症呢 我们很多人啊 对抑郁症的了解 是产生是是是不对的 那有很多的误解 其实我个人对抑郁症的认知 一直以来也不是非常的全面 我给大家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我的一个心路立场啊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抑郁症很可怕 就是从我看村上春树的那本小说 挪威的森林开始的 那里边的主人公呢 叫杜鞭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书呢 我还看过两遍 而且这两遍之间隔了差不多有十年应该是 或者十年以上 我又选择又重新重温了一遍 但是很多人名我还是记不住 主角大概是叫杜鞭 然后杜鞭呢 当时他年轻的时候 他们有三个人是好朋友嘛 杜鞭 然后和那个女主侄子 还有一个人叫就是另一个男的 非常优秀的 他们三个啊 那个男的应该就有抑郁症 后来选择了自杀 那么这个男的呢 和这个侄子呢 是恋人 那么侄子呢 也就受到了这个精神创伤 后来呢 侄子呢 也有某种的这种抑郁症 他就进入到这个疗养院里面 那个疗养院好像叫 叫阿美辽还是叫什么啊 在一个丛林之中的 那么这个主角杜鞭呢 就去 有时候会去看他 那么这个侄子 在这个疗养院里的时候呢 他结识了另外一个 就比他们 比这个杜鞭和侄子 岁数都大一些的一个女子 就这个女子的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就叫她大姐姐吧 就认识这么一个大姐姐 所以这个侄子跟大姐姐呢 他们俩关系很好啊 然后呢 杜鞭去看望他们的时候 这三个人相处的都挺好的 然后这时候有过一个对话 在书里 这个大姐姐就给这个杜鞭 大概讲啊 讲这个 类似这个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啊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啊 感觉自己恢复了 恢复了之后呢 回归到这个现实生活之中啊 一切都都恢复正常 然后呢 你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突然的 那么一个moment 然后有那么一天啊 你就感觉脑子里有一根弦 啊 崩 崩得很紧 那根弦 突然之间 他就 就断了 断了之后呢 整个人就不对了 啊 你就可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 你有可能就 会去 就是寻死啊 这种 这种想法就有了 整个人就崩掉了 所以那个 看完那个书中的描写啊 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啊 我还相对比较年幼的时候 给我触动很深 我就在想 这个抑郁症到底是个什么病呢 就是怎么那么可怕 就是毫无征兆的啊 好好的 哪怕说你已经恢复正常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 脑子里就那么脆弱 就跟一根弦一样啊 一根弦一根弦一样 啪就崩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抑郁症的认知啊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或者说至少是不全面的啊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路历程 我对抑郁症的认知呢 那时候我觉得呢 就是说 一个人呢 他特别优秀 特别的有追求 他想 他想做一个什么事 然后呢 就是特别努力 特别追求的一个 类似于完美主义者啊 追求那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不得啊 做不到 然后永远到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个预期 然后呢 追求追求过程中 哎 那个弦崩的很紧 啪 断了 然后就得病了 然后呢 就可能就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了 就想 就想寻死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认知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呢 我也害怕自己会得抑郁症 所以呢 我就 我就 其实这样 对于这个特别广泛的一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就是我希望我呢 不要钻牛角尖进入某一个领域 然后我就特别钻研那一个东西 就喜欢这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我做不出成绩 我求而不得 可能我那根弦就崩了 这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 所以呢 我就涉猎的越来越广 那兴趣培养的越来越广 我就在走一个广度 然后不去 不去寻求那个深度 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做法 但是后来呢 我慢慢意识到 就是抑郁症呢 很多人去 首先从抑郁这两个字出发 他会理解为 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他会认为呢 这是一种性格 或者一种你的当时的一种情绪 你情绪抑郁了 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抑郁症 所以呢 他就会觉得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会觉得 你得了抑郁症的人 是你心里不够坚强 是你这个心理的韧性 不够不够强大 你应该培养你的韧性 你应该去坚强 或者你应该调动你的情绪 去积极开朗的 去面对生活 找到活下去的意义等等 很多人是这么理解抑郁症的 那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啊 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心理问题 那么心理问题跟生理问题 是不分彼此的 也就是说你的 你的所有的这种心理上的 这些情绪的产生 你的那些某些认知 或者某些想法等等 所有东西都跟你的生理有关系 你看不到的 你的底层的 这些化学地质的运作 跟这些都息息相关 那么抑郁症呢 尤其如此啊 它不是一个情绪问题 它不是说你可以调动的 它是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的 你比如说你的这些 内分泌啊 你的比如说什么多巴胺啊 血清素啊 肾上腺素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的分泌 都有关系 你大脑内部的一些结构 这些东西都能导致一些病变 那你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最终导致了你 这种心理上的啊 这种严重的心理疾病 它是一种心理疾病 它不是一种情绪 它也不是一种 你可以去做的一种 坚强的一种情绪上的选择 它是不由你选择的 所以很多人呢 他不了解这个病呢 他对这个抑郁症患者啊 在用词啊 他其实想安慰他 他想帮助他 但是呢 今天我们也想讲一下 就是有些措辞是不合适的 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的 比如说 你呢 就是说你去轻视他的这个症状 你比如说你对他说 你开心点 对吧 你就是大家都挺难的 大家都有不开心的时候 你想开点什么 这些东西 实际上你是一种轻视他的这种症状 而且呢 就是 你呢 会给他一种压力 你让他觉得说 好像他的这种状态 他那种抑郁的状态 是他自己的问题 就是是他自己情绪上的问题 是他自己不够努力 对吧 不够坚强 去选择错了一种情绪的表达 你会给他这种感觉 那么有的人甚至说的很过分 那说你就是装的 对吧 你就是装的 你就是博一个这个关注等等 这就是更过分了 这个是会加重这个病情的 还有人呢 他是会怎么说呢 他说 哎呀 我能理解你 我跟你想法一样 我感同身上 但是这种 这种事情也不要说这种话 因为你不能理解 你没有得益于症 你这么说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你还是有一个压力丢给了这个患者 你会觉得 就他前台词就是说 为什么我可以调动情绪 我可以开开心心的 我可以去坚强起来 我可以去努力的活下去 你却不行呢 是会给这个患者这么一种压力的 还有人呢 他会特别喜欢去给这个抑郁症患者一种建议 他不是说我无条件我就支持你 他是说我给你建议啊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你去出去晒太阳 你出去运动运动 当然晒太阳和多运动呢 对于这个这个情绪上的调理啊 或者对于减轻一些病症 是有帮助的 但是当你这样跟这个抑郁症患者说的时候啊 这个抑郁症患者 他有可能没有那个动力 他心里没有那个动力 他整个身体上也没有那个力量 去想要去活动活动啊 想要去运动运动去晒太阳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会给他一样 你会丢给他一个压力 就是他会自己觉得 有还是我的问题 对吧 是我自己不去运动 是我自己不去晒太阳 我没做到 还是我没做到 你说你还是丢给了他一个压力 所以你看就是 整个这个这个社会啊 整个这个环境 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人 去了解抑郁症究竟是怎么回事 并且真正的去给予这个抑郁症患者 一个真正的一种有效的支持 而不是说你自身认为说 我去帮助他了 我是好心的 但其实你在很多你的用语 你都是在好心办坏事 而且呢又到了现今的这种时代 那么很多抑郁症患者 也会去上网 对吧 我们都知道网络环境是什么样的 尤其是中文的网络环境 是什么样的 很多的那种情绪的表达 用语的那种粗俗 以及这个非常的 具有这种侵犯性啊 没有这种包容性 你都是在 其实你不知不觉的 你在网络上的很多那种暴力的 或者冷嘲热讽的发言 你都在刺激这个抑郁症患者的病情 我就是做这个节目 就是想跟啊 今天加这个期节目 就想跟大家去 说一下抑郁症这个事情 因为确实很严重 我不知道一个具体的数字啊 就是目前的中国墙内的抑郁症患者 究竟有多少 据说呢 可能就是有大几千万的都有啊 就是说你或重或轻的啊 我相信肯定很多人 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啊 都都想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啊 都会想就是 要不就不活了吧 啊 就是没什么意思 然后或者说就是真的不想活了 反正我有的时候 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呃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抑郁症啊 我也可能就不是说 但凡你有寻死的想法 你就有抑郁症 不是这样 那么但是呢 当你有这种这种想法的时候 那你不管是自残的 还是呃 就不想活下去了 寻死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极端的想法的时候啊 你不要过多的苛责自己啊 不要不要说啊 这是我的问题啊 我我我自身有问题等等的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决定啊 你要去想明白 就是哪怕你已经确诊了抑郁症啊 你也要想明白 这就是一个 你生病了啊 就跟你感冒了一样 对吧 你发烧了 你得各种各样的病 那么这个抑郁症也就是病的一种 没什么可怕的啊 可能就是你缺少了某种的分泌物质啊 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出了某种状况 那么你去好好的看医生啊 好好的吃药 好好的调理 这个病好了你身体所有的这些激素分泌正常了 你的病好了 你的心理上你也就开心起来了 那你那个抑郁的症状就减轻了 或者说就就完全消退了 不要太害怕它啊 你去正视它 呃后面呢再多说一句呢 就是呃我之前的节目啊 我经常的说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比较的关心 就是目前中国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这十几亿人的一个心理状态问题 我原来讲过这疫情三年 其实呃我们说过去了 其实没有过去 很多人有了很重的心理问题 那甚至得了心理疾病啊 很多人也也是有这个抑郁症的 这个非常可怕 呃再往后呢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下行 然后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啊 也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会有这种心理的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呃 我觉得大家要关注啊 关注你自己啊 也关注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啊 一定要去呃关注他们啊 去去看他们的一些变化啊 去然后尤其是平时啊 因为亲人之间啊 最容易去造成这种伤害 因为熟了啊 有的人这种本身的呃素质啊 修养啊 谈吐啊 用词啊 他都不注意 所以你就更容易给你身边的人造成压力 那如果这个人呢 他恰巧又是呃 比如某一种性格啊 他就比较的不愿意去跟你呃 针锋相对 或者说他很在乎你 他就全都用这种隐忍的方式 那这种这种也是啊 也是可以去造成抑郁症的啊 不只是刚才说了 不只是你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整个环境的压力也会造成抑郁症啊 你这种创伤 甚至遗传也可以有抑郁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 呃 好吧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啊 最后 呃 祝愿李文可以得到安息 啊 希望他的 他的亲朋好友 啊 可以节哀 谢谢你 感谢观看